欧姆山地 2015年22日 巴斯达达早上的门里 提药 甜蜜的孩子们 巴尔特正再次的成为天堂 那位天堂之神父亲已经来了 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每一个灵魂 巴尔特正再次的成为天堂 天堂之神父亲已经来了 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每一个灵魂 提问 有正在成为天堂主人的这种快乐的孩子们 有什么表现呢 有正在成为天堂主人的快乐的孩子们 有什么表现呢 回答 他们从来不体验 内在的任何的痛苦 他们有着这样的陶醉感 他们是重要的人物 无限的父亲 使他们变得像 Lakshmi和Naraya 他们的行为举止 非常高贵 他们不可能 停止 停止与其他人分享这个好消息 他们从来不体验任何内在的痛苦 他们有这样的陶醉感 他们是重要的人物 无限的父亲 正使他们成为 像Lakshmi和Naraya 一样 他们的行为举止 非常高贵 他们不可能停止 与其他人分享这个好消息 Om Shanti 父亲解释 你们孩子们知道 这个信息 必须要到达整个世界 尤其要到达巴尔特 你们都是信使 给每一个灵魂 巴尔特正再次的成为天堂的信息 天堂正再次的创建 父亲 被称作是天堂之神父亲的那一位 已经来到巴尔特 为了完成天堂的创建 你们孩子们 已经得到了父亲的教导 要把这个好消息 清晰的告诉所有巴尔特的人们 每一个人 都会关心自己的信仰 你们只关心你们自己的信仰 你们讲述的这个好消息 太阳王朝的神人信仰 在巴尔特正在创建 也就是巴尔特正再次的成为天堂 你们应该有这种内在的快乐 你们正在成为天堂的主人 成为世界的主人 有这种内在的快乐 他们不会有任何类型的痛苦 你们还这么知道 在创建新世界 有困难 里边来 听这个好消息 整个一整天 你们都应该很关心 你自己如何能够给 每一个灵魂这样的消息 无限的父亲 已经来 给他们无限的集成权 看到拉克什米和南恩的图片 你们应该 整天的保持喜悦 你们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你们的行为举止 因此 应该不能有任何 不文明的 方式 你们知道 你们曾经 甚至是 比猴子 更糟糕 现在 爸爸正在使你们 变得像神人们一样 所以你们应该有 那么多的快乐 但是 奇怪的是 你们孩子们 既没有 这样的快乐 也没有带着热情 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给 每个灵魂 父亲 已经使你们 成为了信使 因此 要让 所有的灵魂 听到这个信息 法人的人们 并不知道 什么时候 他们原本 永恒的神人信仰 被创建出来 或者 什么时候 它消失的 现在 只剩下这些 异象 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 现在都存在着 但是原本永恒的神人的信仰 不再存在 这只在 巴尔特 留下了这些意象 创建通过 Brahma 发生 因此 你们应该 给每个灵魂 这个好消息 你们也将会 保持内在的快乐 要在展览会 介绍这个好消息 来啊 从无限的父亲那里 得到你们的继承权 得到你们的继承权 Lakshmi和Narayam 曾经是天堂的主人 他们去了哪呢 没有人知道 所以有这样的说法 他们的脸 就好像那些人的脸 但是 他们的品格 是像猴子那样 你们的脸 也是人的脸 而你们的品格 也正在变得 像神人们一样 你们知道 你们正再一次的 充满了所有的美德 因此你们也必须 鼓励其他人 做这样的努力 展览会 是很好的 做服务的方法 一些没有家庭束缚的人 比如说 那些退休的人 那些寡妇 或者未婚的女儿们 他们有许多 做服务的机会 你们必须 要投入自己的服务之中 在这个时候 结婚 就会毁了自己 要保持未婚 就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父亲说 这个死亡之地 不纯洁的世界 现在将要毁灭 如果你想要去 纯洁的世界 就要忙于 这个服务 你们应该 在展览会之后 还有展览会 能服务的孩子 非常热情地 去做服务 有些孩子问爸爸 我应该辞去 我的工作吗 爸爸会看着你 看看你是否 是有价值的 然后 他会允许你 放弃工作 来做这个服务 你们必须 给每个灵魂 这个好消息 父亲说 来啊 来领取你们 王国的幸运福气 五千年前 你们也曾经 得到过 王国的幸运福气 现在 来 再一次地 得到他 只是要遵从 我的教导 你们应该检查自己 看看 你有什么样的缺点 你们能用这些 徽章 纪念章 做很多的服务 这些徽章 纪念章 是一流的 尽管 他们不值多少钱 但你们能够使用他们 并且获得一个高的地位 人们花了那么多的钱 为了学习 去买书 而在这儿 没有书本的问题 你们只是必须 要悄悄地 把父亲的真正的咒语 送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每一个其他的人 都给的都是虚假的咒语 这些虚假的东西 没有价值 有价值的是钻石 而不是石头 有这样的赞美 每一个教导 都价值数十万 这适用于这个知识 夫君说 有许多的经典 半个周期 你们都一直在学习经典 但是 你们从学习经典里 什么也没有得到 现在 你们得到了 知识的珠宝 那些人 被称作是经典的权威 而父亲 是知识的海浪 他的每一个教导 都价值 数十万卢比 通过这些 你们成为世界的主人 你们成为亿万富翁 对这个知识 有极大的赞美 因为读那些经典 你们已经变得 穷困潦倒了 现在 你们必须捐赠 知识的珠宝 父亲解释了 那么许多 容易的方法 父亲说 要告诉他们 当你们忘记了 自己的信仰的时候 你们开始在外面 四处游荡 原本永恒的神人的信仰 在你们巴尔特人们中 发生了什么呢 由于说 有八百四十万个物种 所以心智力 是什么都留不下的 父亲现在解释说 你们属于原本永恒的 神人的信仰 然后你们经历了 八十四史 拉克什米和拿尔亚 也属于原本永恒的 神人信仰 他们也在他们的信仰 和他们的行为中 变得堕落了 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 都存在 但是这个 原本永恒的神人信仰 不存在 当这种信仰 存在的时候 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 这是多么的容易啊 这位父亲 这位达达 是人类之父 布拉玛 所以你们肯定的 是布拉玛的 儿子和女儿们 父亲来 把你们从 拉文的监牢中 解放出来 拉文监牢 是痛苦的花园 没有人能够理解 痛苦的花园 是什么意思 父亲说 这个痛苦的世界 而那个 是快乐的世界 要不断地记着 你们宁静祥和的世界 和你们 快乐幸福的世界 人们说到 非实体的世界 这句英语 是很好的 英语在这儿 是一直在讲述的 现在 有那么许多 不同的语言 人们 不理解任何的事情 现在 有一个名为 Wirgen Institution 这样一个 儿童的机构 Wirgen的意思 就是 没有美德 他们只是 创建了 这样一所 机构 他们 给他写的名字 叫Wirgen 却不理解 没有美德 是什么意思 现在有着 那么许多的 机构 在巴尔特 曾经 只有 原本永恒的 神人的信仰 在那个时候 没有其他的信仰 但是 人们不说 有五千年的 这个历史 而说 世界的周期 有数十万年的时间 你们必须 要把他们 从 愚昧无知的黑暗中 解救出来 你们必须 做服务 尽管这个戏剧 是预先固定的 但是当你们吃的东西 来自西爸爸的 激活 却不做任何的服务 将会体验 达哈姆拉吉的惩罚 他是爸爸的助手 因此 因此你们 必须很警惕 做服务 是很容易的 要带着爱 给每个灵魂解释 父亲 得到了消息 孩子们 去了一些庙宇里 或者 去了 恒河的岸边 做服务 膜拜者们 在清晨醒来 他们到庙里去 给有宗教信仰的人 去解释 是很容易的 最好的服务 是在 拉克什米和 拿尔安的庙宇里做 阿卡 到庙里去 解释说 新爸爸 这时 拉克什米和拿尔安 成为那样的那一位 这个森林 将要被烧毁 一切 将被毁灭 你们的角色 也已经要结束了 然后 你们会去 转世到一个 王室的家族 直到你们走得更远 你们将会来了解到 你们如何的 得到了王国 那些给了许多捐赠 从事了大量的慈善的 会转世到一个 王室的家族 国王们 有很多的财富 现在 你们有到捐赠 不朽的知识的珠宝 这个知识 是为了 巴勒特的人们的 告诉他们 原本永恒的 神人的信仰 现在正在创建之中 父亲 成画者 已经来了 父亲说 要记住我 这是 那么的容易 但是 他们的心智 是那样的 他们不能够 吸收任何的东西 他们是被罪恶影响的 有着各种各样的 类型的动物 有些动物 有非常的暴躁的性格 每一种动物的性格 都是不同的 他们有许多 制造痛苦的 不同的性格 最重要的性格 制造痛苦的 是信誉之间 more rather than 王国 就是罪恶的王国 父亲 每天都对你们解释 有许多 好的女儿 他们被关起来了 他们被称作是 在枷锁之中 事实上 如果 他们 有得到了知识的启迪 他们没有人 能够 保持在这个枷锁中 但是 他们仍然有 许多种的牵挂 甚至隐世修行者 也会记着自己的家 打脱这些牵挂 是很困难的 现在你们必须 忘记你们的朋友 和亲属等等 因为这个旧世界 将要毁灭了 你们甚至必须 要忘记自己的身体 想着自己 是一个灵魂 并且记着爸爸 你们必须 要变得纯洁 你们必须 扮演 你们八十四世的角色 在此之前 没有人能够回家 这个戏剧 现在就要结束了 所以你们孩子们 应该有极大的快乐 你们现在 将要回家了 你们的角色 现在要结束了 所以你们应该 有很急切的心情 回家 很多的记着爸爸 只有通过这样的思念 你们的罪恶 才能够消除 你们首先是回家 然后去快乐之地 有些孩子 想很快的 从这个世界中解脱出去 但是他们能会去哪呢 首先你们必须要做努力 得到一个高的地位 所以你们先要感受自己的脉搏 问你自己 已经变得有价值到什么程度 当你去天堂的时候 你们将会做什么 你们首先要变得有价值 你们必须成为父亲的 有价值的孩子 拉克什米和南安 是所有孩子中最有价值的 甚至神 都是对 说有些孩子 说这个孩子 是非常好的 他有资格做服务 而对一些孩子说 他 这个孩子 是没有价值的 他毁掉了 自己的地位 因为他什么也没做 父亲 只讲真理 人们呼唤说 哦 成化者来了 来使我们成为快乐之地的主人 他们想要无限的快乐 然后父亲说 至少你要做一点点服务 才能够有价值 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的摩拜者 对他们说 西爸爸 现在正在给继承权 他说 记着我 变得纯洁 你们就会成为 纯洁世界的主人 这旧世界 将要被烧毁 当你们看到 你们的目的和目标 在你们前头 你们应该体验 极大的快乐 你们必须 要变得像神人那样 你们的心智中 应该一整天都记着这些 然后 你们的行为举止 就不会有任何邪恶的方式 我们正在变得像神人那样 因此 我们怎么能够有不好的行为呢 但是 如果这不在某个人的命运之中 他就不会想到这样的方法 他也不能挣得一份收入 你们能够挣得很好的收入 即使待在家里 你们也都必须挣取收入 比较鼓励其他人 做同样的事 待在家里的时候 你们能够旋转 自我认识的轮盘 也能够使其他人 旋转自我认识的轮盘 你们使其他人 变得这样的程度 相应的 你就会得到一个高的地位 你们的目的和目标 就是成为像拉克什米和拿来亚 当你们问到 是否想要去太阳王朝 你们都举起了自己的手 这个图片 在展览馆里 是很有用处的 你们能够用它们做解释 我们只听 至高无上的父亲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会听摩拜道路上的事情 这些图片是很好的 你们能够用它们做很多的服务 阿恰 母亲 父亲巴不达达 给最甜蜜的 可爱的十句已久 现在找到的孩子们 爱 思念 向你们做早安 灵性的父亲 对灵性的孩子说 南无上 灵性的孩子 对灵性的父亲说 早安 南无上 修行的要点 一 要检查你们自己的脉搏 看一看 你们已经变得有价值到什么程度 要变得有价值 并且通过你的服务给予证明 要有知识的启迪 摆脱所有的束缚 要检查你们自己的脉搏 看一看 你已经变得有价值到什么程度 要变得有价值 并且通过你所做的服务 给予证明 要有知识的启迪 摆脱所有的束缚 二 要遵从唯一父亲的教导 清除你们内在的任何的缺点 放弃制造痛苦的性格 成为快乐的给予者 要捐赠知识的珠宝 从唯一父亲的教导 清除内在的任何缺点 要放弃制造痛苦的任何的性格 成为快乐的给予者 捐赠知识的珠宝 祝福 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保持安全 并且获得一张头等车票的权利 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安全 并且获得一张头等车票的权利 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安全 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安全的孩子 他们得到一张头等的车票 不等 不管情况是怎样的 不管问题麻烦是什么 你们都需要有一秒钟克服每一个问题麻烦的证书 正如你们必须要给钱才能得到一张车票一样的 在这儿 你们需要的钱就是始终获得胜利 通过它你们能够得到一张车票 并不需要为这个钱去工作 只是需要与父亲始终待在一起 你们就会不断的挣得数不清的收入 希望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保持安全 并且获得一张头等车票的权利 不管情况如何 不管是什么问题麻烦到来 你们都需要一秒钟克服所有的问题麻烦的一个证书 正如为了一张车票 你们要给钱 同样的在这儿 你们所需要的钱 就是始终获得胜利 通过这样 你们才能得到一张车票 并不需要为这个钱而去工作 只需要保持与父亲始终在一起 因为就会不断的挣得无数的收入 口号 口号 无论情况会是什么样子的 都要把它们驱散 但是不要让你自己的快乐消失 不管情况是什么样的 都要把它们驱散 但是不要让你的快乐消失 OM SHANT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